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居 今天咱们来一个喊的哦 灌汤堡这个店可是老店了 具体多少年我还真不知道 海极灌汤堡 路宁村旗下的产业 那边就是路宁村 路宁村老沈阳都知道吧 那可是百年历史了 国家飞移辽宁保护单位 这个就是它一个旗下的品牌 我估计几十年了有吧 我也没做那什么啊 我也没做那个工业 咱进去尝尝它 主大的是灌汤包 这都是路宁村以前的老店 这个是大家传统的啊 就是多少年以来就是这个了 我又来一个他这个现做的拉皮啊 啊 来一个小份的 还有这个 看这个老老的 我刚才问了一下的 他说这有二十来年吧 看见啊 他这个是现做的啊 就是跟那个吧台那会儿 他可能是现做现办 他这个是有点黑龙姜的什么 哎他这个吗 这是黄芥嘛 这个是从老师做法啊 有黄芥嘛的 现在你这个黄芥末拌摊可老少了 有芝麻酱 哎呀 这丑的能听好啊 来了 这一席是二十四个 十个一共 隔两块钱一个呗 好像怎么这么扁流呢 有汤没看啊 这也没汤 如果都漏出去了 没有汤啊 没有汤 你干干吗 虽然没有汤啊 但是味道我今天就学了 特别这个瓶 圆糯圆糯的 麻酱味很多 稍稍有点甜味 来 再来一个 我就不信他没汤啊 汤了汤了 哎 有汤了汤了 看着吗 汤了很多啊 这馅儿 这个馅儿稍微有点发散 你看见面 馅儿不是很大 两个 两个包子已经让我整理了 两盏没喝着呢 有老多朋友教我什么 先开窗啊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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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开一个 汤很多啊 很鲜 我第一次拍视频是拍那个 一个早餐店的灌汤包 他那是11块多一个 一一一一 也是一地十个 他那个灌汤包吃得也挺好 而且那个灌汤包的播放量很高 这个是20一具 还是喝两块钱一个吧 这么大的店 一个包子喝两块钱不贵 今天咱这店大了 他这跟马鲁皮 肯定是不一样啊 绝对不一样 非常非常 一个筋道 挺有啥那个东西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 就自己炫这个瓶 拿了个粉炫的 铝 什么小铝 铝盘 倒入水电粉就咕哩一阵圈 烫一会儿 以后 碗水底一死了 还烫一会儿 拿出来 个凉水 一过 一张皮儿出来了 那个皮儿就真好吃 现在 我是吃不着了 我爸也炫不出来那样 因为现在粉面的跟以前不一样 这帅吧 那我怕 别开窗了 反正直接来吧 全部 过瘾 嗯 仍好吃饱了 都放在清火啊 我喜欢不吃这种带幼帽的凉菜 其实 凉菜你必须搞有幼帽才能 显得香味的 有没有 吃了吗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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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刷下这 38 他家这个相机说是 说是特色吗 走了 走了 再见 那个拉皮18块钱 在这么大店 我只能说 在这么大个店18块钱 已经很便宜了 包肉就不多说了 非常的鲜 好吃 拜拜